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这颗奇春兰 这颗奇春兰呢 是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买的 经过一年的时间呢 终于开花 那我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第一年养护它就开花了 虽然花不多 但是开的是真美啊 那这边有两个花 这边还有花枝 还有两个花苞 花朵非常非常大 可以跟我的手比一下 那之前呢在蓝鞋看过 这个还有比这个花朵更大的奇春兰 是另外的颜色 那这颗颜色呢 非常美 这种金黄色的带小斑点 那奇春兰呢 顾名思义 它这个唇瓣这个部分 长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像不像一个大鸟嘴 跟普通兰花相比 叫这个奇这个名字 是非常恰当的 它的植株呢 是长这样 一个囚径 上面只有一片叶子 这个长法呢 和双柄兰很像的 就当年新长的囚径 能够开花 开完花以后呢 马上就长一个新的囚径 这个新囚径呢 明年还会再开花的 那奇春兰它的花枝呢 是从盆下面钻出来的 所以你这颗花呢 必须要吊着养 而且用篮子养 就是能够让这个花枝 能够钻出来 目前呢 我这颗是吊在树下的 平常是随便淋雨的 明关雨的兰花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丑 就叶子会长斑 但是没有关系 它这个位置对它来说 它相当喜欢 因为中午不会晒到 很强的阳光 上午和下午 都会晒一些直射的阳光 所以这个位置它很喜欢的 我感觉基春兰 还是蛮喜欢光照的 除了中午不要曝晒 其他时间多给一点阳光 还是有利于它开花的 它的根系呢 和文心兰很像 和文心兰一样 也是比较喜欢水的 如果特别干的话 可以发现这个囚径 会非常非常的皱 如果水多的话 它的根系会长得非常好 这边的根系 有的根系都已经钻出来了 看到这边 所以它还是蛮喜欢水的 这一盆呢 我买了以后就没有换过盆 它用的是中号和小号的树皮 吸水性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就没有换过 我打算还是让它 在这个盆子里面再待一年 长不下以后 再给它换盆 或者是分盆 这是它的英文名字 昨天开始打开的 今天呢 是彻底的张开了 它的味道呢 离近了闻 能够闻到它的味道 有一种比较奇怪的味道 不能说是很好闻 就是一种怪怪的味 不能多闻 但是现在离半米远就闻不到了 除非你凑得很近 才能闻到它的味道 它的花期呢 并不长 大概就是四五天的样子 开多了会非常非常美 你看有的花有的花呢 有十几朵 二十几朵 也是相当壮观的 因为这个花非常大 所以开多了会非常的壮观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也去找一找吧